前面我们说了这个13579 大家发现都是阳术 为什么这个过节没有阴呢 其实也有 但是阴的很少 首先这个六月六 它就是提醒一个六 因为它是老阴最阴的 这种节呢 一般我们这种法式啊阴这些东西 它都会过 我们人 普通人很少 对于故人 对于一些我们 背后的东西 那二月二呢 龙台头阴历的 也是会过 但是这个就有点不一样 正常我们都不过就不过 但是二月二那天刚好是 这个天上的星象 这个苍龙七秀露出地平线 因为整个的这个星秀的 它这个体系已经建立了 以这个为准 所以说到这一天 它刚好是这样 那我们就值得庆祝 它这个春天的开始 也是反正很多星象 重要的东西的一个 一个节点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今天就比较 诚慌诚恐 引出这个话题 就是天尊地卑 那然后就南尊地卑 是吧 所以这些我们 谨言慎行 重新审视 它的有没有道理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呢 我们尽而言之这个天 发挥它的作用 地有地的用 互相搭配 这样就无所谓了 因为天没有地 它也写不住尊 这个也不行 地没有天 同样是不行 首先你看我们这个 人家所谓是阳间 这个我们中国人呢 尤其在意这些 这个记得扣子 我们都记阳数个 一三五七九 那四个六个这种 我们人过去的人 他会穿衣服 会比较讲究的话 要这样 你看我们过年都穿 喜庆的 这个红色 中国是阳皇子孙 当然以红色为主 是吧 这个老百姓叫喜庆 但同时呢 这个红 它又代表火 它是火 它是阳 是至高无上向上 所以说 所谓什么 什么臂 什么鞋 这些东西 这个 有其一说 那西方呢 你看这个 他们结婚都穿这种黑白 现在我们也学它 其实 这个 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 但是这个 你可以比如说他们西方是金 金是白色 就是这样 他们象征洁白啊 一些 过去的故事啊 很多很多 也有一定的意义 在其中 只要产生意义 只要有这个所谓信念 这些它都是一种力量 那这个到中国 那就不合适 所以说现在结婚 什么呢 婚丧嫁娶 你是不是要尤其的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征兆 是吧 这个 阴跟阳呢 那 那 我们说 人间是一个相对的阳间 中国自古前年 这个儒家 都是中阳一阴 把男人捧着高包在上 男人 你看君主 他当然也是叫阳 下面 仆人叫阴 男人是阳 女人是阴 领导是阳 群众是阴 所以说 在人生 这个几十年 当中 他 这个阳的作用很大 那道家呢 他又反过来说 这个强调阴 因为我们普通人啊 在这个 就是 尤其是那种阳气十足的 所谓命硬 八字卧 什么的 就不在乎那些 真龙天子 这个 自带这个什么 自有之路固体 但是这种啊 他时间长了 这种阴的 就会慢慢的体现出来 他的能量 这个 虽然是散乱的 但是过了这个 要考虑周全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在其中 男生 这次 的 感谢观看